一起來做默想祷告 我父,您實在是真好 我父,您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自身的罪過 使我們得不到上帝的幫助 我父,而我們始終不承認自身的罪過 我們總說自己沒有罪 我父,您告訴我們 無論我們犯了什麼樣的罪 只要我們向您承認告白自身的罪 您就饒恕我們 當我們向您坦白公認 主啊,我又犯罪了 這時候,我父,您饒恕我們 我父,而我們總覺得自己的悔改 做得很好 我父上帝,您始終饒恕我們 在這時間,我們向您坦白公認 我們是誤會的罪人 我們犯了骯髒誤會的罪過 求十字架的保險,赦免,饒恕我們的罪過 相信在這時間,我父實現我們的心願 應該怎樣生活才是為人的生活呢 而我們眼前現在所面臨的困惑 我現在眼前所面臨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樣的問題呢 好多人,好多人越是年長了 就會說孤單 寂寞 到底這孤單寂寞是出自於哪呢 擁有幸福的時候不會寂寞的 寂寞的時候說明已經沒有了幸福 得不到救恩啊 在這時間,我們來到主面前 上帝告訴我們這一切是從我做起 是為了我,不是為了別人 我們順從真理,順從上帝話語的時候 我們才能夠做到愛人如己 彼得監述一章二十二集 怎樣才是順從上帝的話語呢 怎樣才能做到順從真理的話語呢 順從真理的時候就不會分黨節派 不會毀謗他人,也不會辱罵他人 我們一起來找一下格林多前書 十章二十四節 上帝告訴我們,上帝教導我們 我們應該怎樣生活呢 我們的生活中應該是怎樣的呢 不足的仆人我平常牧師 有時候身體很是疲乏 前幾天我對我的師母說 師母啊,按照我的心願,按照我的貪婪 那麼我可能一天 至少要講十多個講道 每一天我握著筆 能記錄下來好多好多話語 都是上帝賜給我的 我為了出名,我為了自己的名聲 我也願意每天多講道,多講 凡是為了出名,這時候是與上帝作對 成了上帝的仇敵 我們需要誇口的是,我天天冒死 我們靠著什麼才能死去呢 做四階段悔改,靠著基督的保血 認罪悔改,受洗禮 是使自我完全死去的 文馬說六章四節 戴拉太說二章二十節 戈羅西說二章十二節 我們需要誇口的 唯獨是依靠著基督的保血 認罪悔改,使自我完全死去 這正是受洗禮 而在這時上我們總是想 我們總愛誇的是什麼呢 總愛誇什麼呢 愛誇世俗的一切 並不是說辛苦受累了 這事就能了結了 並不是說辛苦受累了 這個罪惡就能得到赦免了 在這世上 好多人辛辛苦苦賺錢 拼命賺錢 傳道書二章二十六節 上帝告訴我們 這輩子攢了很多錢 結果這個錢都讓別人給花了 上帝為我們每個人的 上帝為我們每個人預備好了好的祝福 當我們做綿羊的時候 而我們總不愛做綿羊 總愛做山羊啊 格林德前書十章二十四節 我們讀一下一二 無論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哪要求別人的益處 阿們 這是面對所有人 並不是只面對一部分人 上帝很明確地下定了命令 任何人都不例外 無論何人 是所有人 包括所有人 加拉太書六章七節 當我們種下什麼就得什麼 我們在生活中都種下了什麼呢 導致我現在得到的是什麼樣的返還呢 那麼朴牧師您的兒女呢 朴牧師 部族的普通 我朴牧師和我的兒女全斷開了 兒女不屬於我的 好多人把自己的兒女當成自己的 撒摩爾基上二章二十九節 比愛上帝更愛自己的兒女 尤其是母親 真言十七章二十五節 兒女出事兒 兒女遇到問題的時候呢 父親沒什麼感覺 但是妻子們都會覺得很傷痛 所以不經意間不知不覺中 反而比愛上帝更愛了兒女 溺愛兒女 把孩子變成了不孝的孩子 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 所以來到主面前 我們要悔改這方面的罪 認罪悔改 好多人說 我的父母特別優秀 從來沒有說我 也沒有打我 別自作多情了 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了 大家見過猴子會責備自己的 孩子嗎 猴子也不罵孩子 也不責打自己的孩子 狗也不會管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我們要正確地認識呀 大家都警醒過來吧 我們今天正確地認識到自身的罪過 通過上帝的話語來認識自己 這才是讀聖經啊 上帝的話語是教導我們 讓我們認識到自身的罪過 當我們將上帝認罪悔改 這時候是能得救恩得祝福的 今天上帝告訴我們 無論是什麼樣的人 無論何人 面對所有人都要求別人的益處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我們在這世上講信心 好多人說只要有信心就能去天國 甚至說信一次就可以了 那這是錯誤的理論呀 好多人說我光信一次 然後呢就開始隨便犯罪 這都是良心死去了 良心被熱血落慣了 這時候只聽魔鬼的言論 聽話在前書四章一到二節 我們內心有三個良心 哪怕其中一樣良心 麻木了死去了 這時候就開始聽魔鬼的話 聽的是自己祖上魔鬼的話 無法領悟聖經 讀不懂聖經 我們內心帶著祖上魔鬼的時候呢 讀不懂聖經 無法領悟聖經的 約翁福音八章四十三節 今天上帝教導我們 我們應該怎樣生活呢 不是求自己的益處 求他人的益處 求別人的益處 而且是面對所有人 誰都不例外 那麼我們在這天生活的時候 有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嗎 上帝是全能者 上帝要求我們所有人 上帝很明確地告訴我們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我們再來讀一遍一二 無論何人 不要求自己的益處 哪要求別人的益處 阿們 我們 我們 我們在生活中 我們的一舉一動 都會有返還的 馬可福音四章二十節 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三節 我們種下什麼 都會有三十倍以上的返還 而我們在生活中 到底種下了什麼呢 我們說是信奉耶穌 歐洲兩千年以來 說是信奉耶穌 到底是怎樣信的 導致今天信仰都走向了落魄呢 那麼我們還要跟隨那種錯誤的道路嗎 當今好多講道集 好多講道的書籍 找不到 找不到上帝的奧秘 也沒有明哲 也沒有遵守最高法 找不到福音的奧秘 都成了假的講道了 首先講道的人都沒有做人呢 好多人講解聖經 好多人想解釋聖經 大家要明白 聖經是上帝的話語 是我們人 是我們人需要吃的糧食 馬太福音四章四節 生命集八章三節 我們首先要做人 我們才能讀懂聖經的話語 才能領受上帝的話語 格林多全書二章十四節 今天上帝很明確地告訴我們 誰都不例外 是面對所有人 我們當求別人的益處 不是求自己的益處 而大家和我 我們呢 我們去法院上訴起訴 為的是自己不吃虧 為的是自己 自己得益處 為了自己的益處 才去上訴吧 而上訴的人中 大部分都是信主的人 在教會裡 為什麼有爭論呢 為的是求自己的利益 生怕自己吃虧了 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從三十節開始 就很明確地指出 什麼是綿羊 什麼是山羊 綿羊呢 綿羊做了再多的好事 從來不求認可 也不求紀念 而綿羊呢 非要紀念自己 非要誇口自己 生怕自己被忘了 上帝 是讓我們給身邊的人 帶來益處的 信約就約是一體 全是用基督蓋住的 靠著基督 使我們讀懂旧約呀 甚至好多人 把新約旧約都給分開了 這真的是太荒唐了 新約裡的聖三位 也是旧約裡的聖三位 是整個一體 是一個整體 面對上帝的話語 當我們不服從 就是屬於地獄了 那麼 首先我們要敬畏上帝 傳道書12章13節 我們要做四季段悔改 敬畏上帝 我們要靠著基督的保險 承認告白自身的罪過 求上帝饶恕 這時候才能順從上帝的話語 給身邊的人帶來益 怎樣才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呢 我做什麼才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呢 我的雙手沾滿了髒的 我的雙手沾滿了狗屎 那我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嗎 所以上帝說這一切是從我做起 首先我們成為有福的人 創世紀12章 我們找一下創世紀12章 一節二節三節 首先我們要做有福的人 通過我們使身邊的人也得到祝福 上帝讓我們做有福的人 是上帝讓我們把這祝福傳達 傳遞給身邊的人 這擁有信心就是要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這信心是什麼 格林多厚書13章5節 上帝讓我們時刻警察我內心是否擁有信心 這耶穌基督要進入到我們心靈裡 這耶穌基督是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的人 而我們說是信奉主耶穌基督 而我們始終還在分黨節派 分黨節派的話 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了嗎 只求自己黨派的人 不求其他人的祝福 優大書一章十九節 優大書一章十六節 大家都可以讀一下 分黨節派的時候都是屬於地獄的 上帝是讓我們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格林多厚書4章3節 屬於敗壞的在妨礙福音 格林多厚書4章4節 魔鬼 屬魔鬼的在妨礙主耶穌基督的福音 好多人妨礙四階段悔改 分明是屬魔鬼的時候才會妨礙四階段悔改 我們做四階段悔改 是使我們的罪得到饒恕 六十六卷中我們要認識到自身的罪過 我們做四階段悔改是為的是讓我的罪得到赦免 我的罪得到饒恕我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節 上帝說了 當我們沒有成為義人的時候 因我們的緣故 電辱了上帝的名聲 也電辱了國家的名聲 那麼最近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物 使我們的國家的名聲敗壞了呢 羅馬書二章二十三二十四節 不靠著基督的保險認罪悔改的時候 就辱罵了上帝的名聲 電辱了上帝的名聲 創世紀十二章一到二節三節 我們為了給身邊的人帶來一出 首先我們要做有福的人 當我們成了有福的人 這時候處處都會身邊的人 處處都會為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約瑟在波提法一家 約瑟是波提法的一仆人呢 在仆人中 最終成了一個家的總管 一個家庭的總管 那麼他在這途中 肯定沒有 比如說我們 約翁弗十五章 我們在這世上 想好好生活的時候 總會受一些阻礙吧 約瑟被賣到其他的國家 真的是受盡了委屈和冤枉 被自己的親兄弟出賣了 而約瑟呢 只依靠了上帝 最終成了一個家庭的總管 那麼在這途中 肯定受盡了不少委屈和欺負 而約瑟一個人拯救了埃及 拯救了他的故鄉啊 這是全靠耶和華上帝的恩典 全靠耶和華上帝的幫助 並不是靠人的幫助 是靠的是上帝耶和華的幫助 那麼今天我們要做有福的人 我們都想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而在這世上 我們怎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呢 學習經濟學的人 世上的學問和知識呢 都求自己的益處 以色雅書55章8節 上帝的想法和意念 和我們人的想法相差甚遠啊 我們成了滅亡的處理 按照我們動物的理念和水準 讀聖經 結果把聖經都讀反了 所以把講到都講成了錯誤的 甚至在這世上學了一點學問 認識到一些學問 就開始炫耀自己的學問 把聖經的話語也當成學問來讀解 結果都犯罪了呀 我們花錢打針 怕疼就不打了嗎 打了一針才能治病啊 疼也會打針 上帝的話語是什麼 傳道書12章9到11節 上帝派遣的真目者的言語 是刺痛到我們心靈的 而我們聽講道的時候 不願意被刺痛 反而愛聽好聽的話 反而愛聽討人歡心的話 上帝說了好聽的講話 都是異端的講道 我們在這世上如此地違背上帝的話語 藐視上帝的話語 真言十三章十三節 當我們藐視上帝的話語 這時候一定是走向敗壞的 是篇107篇十節呀 首先今天上帝讓我們做有福的人 這一切是從我做起 這時候才能給身邊的人帶來一處 創世紀十二章一二三節 我們讀一下一二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 你要離開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只是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為大國 我必賜福給你 叫你的名為大 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於他 那奏主你的我必奏主他 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阿門 好多人來到了主面前 說是做四階段悔改 其實都在說謊啊 如果我們成了有福的人 怎麼會臉上沒有笑容呢 不足的仆人我平牧師 大家在這世上所學來的學問 大家知道這都是謊言啊 創世紀十二章一節在這裡講的是什麼 在這世上我們最難舍掉的就是故鄉 好多人去了海外之後呢 臨終前都想回到故鄉 而真實的故鄉是哪兒 天家天國是我們的故鄉 而我們在這世上總是在找這地面上的故鄉啊 第一節最難捨去的就是自己的家庭和故鄉 而亞伯蘭因順從上帝的話語就捨去了故鄉 離開了本族 那麼當時跟著亞伯蘭 離開本家的還有羅德 我們做四階段悔改來到了主面前 而我們卻始終沒有做有福的人 怎樣才是做有福的人呢 彼得前書四章十四節 我們要做四階段悔改的 我們要靠著基督的保險認罪悔改的 而我們卻不這麼做 心裡光裝滿了貪婪和偷盜的心理 從來不求他人的利益 第三節我們再來讀一遍吧 只要我們做了有福的人 能使身邊的人都一起得福 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哪怕大家真實地做了四階段悔改 真真切切地做了有福的人 這時候我們韓國的黑暗都會退去的 英約瑟一個人 使埃及得救了 埃及的荒年 安然地度過去了 只要我們成了有福的人 哪怕身邊有惡人 上帝也會使用這個惡人 來幫助這有福的人 這第三節我們再來讀一遍 一二 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于他 那奏主你的我必奏主他 地上的萬俗都要因你得福 阿们 只要我們做有福的人 我們成了有福的人 這時候使身邊所有的人一起得福 使國家也得福 那麼這祝福要降在我們國家也要留給我們的後孫啊 而再次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臉上怎麼一絲笑容都沒有呢 大家知道最近賣豬頭 豬頭都要有微笑的豬頭才能賣得好 而我們現在的臉色呢 連一個豬頭都不如啊 我們還聲稱自己是信主的 我們還聲稱自己是做四階段悔改的 而我們連豬頭都不如啊 今天亞波蘭和羅德一起離開了本族 我們一起找一下彼得前書四章十四節 我們要做有福的人 亞波蘭成了有福的人 而且他做了祝福的全員 只要做了有福的人 這時候呢是身邊所有的人一起得福 這真的是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了 我們自己所犯的罪過 真言十三章二十一節 罪惡一定是有災難跟著的 為什麼有交通事故 為什麼突然會遭遇一些事故 突然著火死了 或者說突然咳死在外 這都是災難 而有罪惡的地方都有災難跟著 當我們做四階段悔改 敬為上帝的時候就能抵擋住這些災難 真言十九章二十三節 這是多麼好的祝福 這是多麼好的呀 而我們卻如此地排斥這福音 我們為什麼如此排斥這四階段悔改呢 上帝命令我們給身邊的人得來益處 這一切非民事很容易能做到的 是能讓我們得益處的 上帝是絕不讓我們受虧損呀 而我們做不到創世紀十二章一節 我們總是捨不下家庭 捨不下妻子 捨不下丈夫 捨不下錢財 名譽 這世俗的名譽 我們捨不下 世上的金錢名譽 這都是屬於支配管理的對象 雅各書四章四節 我們與世俗為友 這時候與上帝成了仇敵 是與上帝作對的 世上的一切都是支配管理的對象 不是來相愛的 世上的一切都是要征服 都是要支配管理的 不是去做朋友的 不是要和世俗做朋友 在座的各位 有和豬做朋友了嗎 比如說父母給我們買了一頭豬 那麼我們就把這個豬 當成自己的朋友了 這能行嗎 大家覺得 上帝給了我們世俗的一切 為的是讓我們征服 是去支配管理 並不是讓我們做世俗的奴仆啊 創世紀十二章一節 首先我們要捨去一切 最難捨的都要捨去 都要放下 才能做有福的人 彼得前書四章十四節 我們讀一下一二 你們若為基督的名受辱罵 便是有福的 因為上帝榮耀的靈 常住在你們身上 阿們 我們好多人說 領受聖靈了 獲得聖靈了 我們做四階段悔改 靠著基督的保險 認罪悔改 照著上帝的話語 靠著基督的保險 認識到自身的悔 靠著基督的保險 認罪悔改 使我們做有福的人 當我們做了有福的人 這時候一定會遭受辱罵的 這時候是領受聖靈的 而好多人 從來不認識四階段悔改 從來也不認識上帝的奧秘 光嘴上說信 基督就是基督的奧秘 當我們嘴上喊著基督 那麼我們更要靠著基督的保險 承認告白自身的罪 求主饒恕我的罪 而我們從來不願意 因基督的名受辱罵 反而自己在破口大罵別人 隨便罵 又在罵人 又在罵上帝 反而犯罪了 據說我們國家的信徒是有1000萬 如果我們國家的信徒都是真的信徒 我們國家一定是能興盛起來的 而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我們都看一下自己的臉 我們都看一下自己的臉上有沒有笑容 都像蔫了似的 這真的是太心痛了 有福的人 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祝福 使身邊的人也得福 這是多麼喜樂的一件事情呢 給身邊的人帶來祝福 耶利民書十一章十節 上帝赐福於我們 而如果我們的兒女內心故意不認識上帝的話 是得不到祝福的呀 民書記十四章十節十一節 上帝責罰我們 上帝管教我們 當我們按照自己的想法來生活 當我們任性玩耿悲逆的時候 沒過多久一定會被粉碎的 自己的想法 我們的想法都是與上帝作對的 是屬於基督外邊的 基督外邊都是災難與咒詛 加拉太書一章六到七節 好多人說 我為了兒女 辛辛苦苦做了好多 羅馬書一章二十八節 而我內心根本是在藐視上帝 不願意認識上帝 內心故意不認識上帝 上帝首先是讓我們做有福的人 創世紀十二章一二三節 這正是信心呀 好多人說信主吧 我們來信吧 怎樣才是信呢 當今好多教徒都成了假的教徒 提撒羅尼迦前書一章五節 這福音並不是光用嘴來傳的 這福音並不是光說說而已就能傳了 馬太分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節 而好多人奉主的名 趕鬼醫病了 儘管這樣 主說我不認識你 沒有獲得智慧是得不到救恩的 智慧不是世俗的智慧 上帝资予我們的智慧 是擁有明哲的智慧 我們首先要做有福的人 然後要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我們找一下創世紀十三章六節 創世紀十三章六節 羅德好多人今天來到了主面前 那麼我們大部分人也很像羅德 不懂得感恩感謝 大家知道伊莉莎在種莊架的時候 突然被召喚成了擁有能力的仆人 現在一頭牛也是很大的財富 當時在韓國現在也一樣 有錢人家才能宰一頭牛 伊莉莎靠牛中莊架 但是伊莉莎呢 把整個財產牛全宰殺 給了伊莉莎 而我們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卻不懂得感恩感謝 全為自己 自己想花的 自己想吃的 全做完了之後呢 剩下的一小部分 餘下的一小部分 來獻給上帝 我們的心思 我們在怎樣想 我們琢磨什麼 上帝全都知道 好多人說 我特別苦啊 沒錢呀 怎麼辦 但是呢 等自己兒女結婚的時候呢 寧可去帶款 去借錢 搞得隆重的唷 到底是愛上帝 還是更愛兒女了呢 撒姆爾記上二章二十九節 我們總是這樣 總是愛世俗 愛兒女 盛果愛上帝 然後呢 還在抱怨上帝 我們在生活中 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狀態 是什麼樣的模樣呢 亞伯拉罕 成了有福的人 而且是祝福的全員 幫到了很多很多人 我們要靠著基督的奧密 四階段悔改 使我們做有福的人 創世紀十三章六節 我們讀一下一二 那地容不下他們 因為他們的財物甚多 使他們不能同居 阿門 那塊兒地現在已經 容不下他們的這些財物了 那麼羅德和亞伯蘭要分開了 那誰給了神邊的人益處呢 創世紀十三章十三到十三章十二十三節 我們讀一下 亞伯蘭住在迦南地 羅德住在平原的城裔 漸漸挪移帳篷 直到索多瑪 索多瑪人在耶華面前最大惡己 阿門 我們好多人來到主面前 說是做四階段悔改 大部分卻都成了羅德 我們來到教會 侍奉服侍的時候 竟挑選輕鬆容易的活兒 這都是在偷懶 耍詭計 不愛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只求自己的利益 亞伯蘭先讓羅德選一塊地 那麼我到底是不是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呢 亞伯蘭成了祝福的全員 所以他是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的 而羅德選了索多瑪 多好啊 是個平原 而且是個誠意 裡邊什麼都有 我們教會有很多這樣的人 說是做四階段悔改 但是特別喜歡和惡人相處 索多瑪 索多瑪 索多瑪人 索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 罪大惡己 有罪的都是惡人 不悔改的都是惡人 而我們總愛和惡人相處 好多人來到教會 在獻完禮拜了之後呢 就開始講一些世俗的話 追求是世俗的言語 然後呢 還相互附和雷同 我們教會有這樣的人 很多很多呀 前段時間 我們教會有個信徒 領受了很大的祝福 真的是 白白地領受了很大的祝福 數千萬的數額 那麼不足的仆人 我朴牧師就問了他 您得到了這麼大筆財富 是什麼樣的秘訣 這位信徒就告白 我什麼都不知道 我什麼都不懂 我只順從了 當朴牧師叫我的時候 無論我是不是特別困難 很難脫身 我就順從 一定要 主的仆人只要叫我 我就直接順從 立刻順從 能放下手上 所有的活 多重要 多難禪的 都要放下 而我們呢 主的仆人 叫我們一聲 我們卻當成狗叫 主的仆人講一句話 我們當成狗叫 很是瞧不上 很是不屑 甚至說 哎呀 我不夠資格 我們誰都不夠資格 全靠恩典 是全靠恩典 我們要做四階段悔改 這一切是全靠恩典的 我們做一件事 沒有一樣是靠自己 靠資格呀 別再自作多情了 不懂得感恩的人 總求自己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沒有得逞 就開始抱怨 發怨言 這都是屬於惡呀 西伯來書三章十三經 上帝讓我們每天彼此勸勉 彼此教導 而我們呢 從來不勸勉 講不出實話 總是附和雷同 我能聽得見狗叫 說明我也是一條狗 我能聽得懂鳥叫 說明我也是一隻鳥啊 我聽到這麼誤會 骯髒的聲音了 我聽了 還一點感覺都沒有 反而迎合附和著 真實的愛是什么 一定要講真話 勸勉 勸導對方 您這樣是在犯罪 是錯誤的呀 認罪悔改吧 創世紀十三章十四到十五節 我們讀一下 一二 羅德離別亞波蘭以後 耶和華對亞波蘭說 從你所在的地方 你舉目向東 西南北觀看 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 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后裔 直到永遠 阿們 十八節我們再來讀編一二 亞波蘭就翻了帳篷 來到西波蘭曼里的橡樹 那裡居住 在那裡為耶和華住了一座坦 阿們 羅德呢 好比我們當今說是做四階段悔改 但是都是在假作 心裡一點喜樂都沒有 內心裝滿的是貪婪 總在求自己的利益 總愛背地裡說別人壞話 從來不做四階段悔改 惡人得福 惡人興盛 都是為一人所預備 而我們心裡總在羡慕惡人的祝福 總是在背地裡犯罪 為了自己的利益 為自己所選來的東西呢 不是向上帝献感恩感謝的 而亞伯蘭呢 只挑選了不好的 而上帝赐福於亞伯蘭了 照著上帝的話語感恩感謝了 為耶和華住了一座坦 亞伯蘭給羅德帶來了益處 而羅德呢 只求了自己的益處 如果羅德真的是 做四階段悔改的人 羅德應該告白 哎呦 這麼好的平原的一塊地 我怎麼能去 這樣好的地呢 好多人來到了主面前說是做四階段悔改 但是心裡只求自己的利益 根本不認罪不悔改 這禮拜結束了之後呢 什麼樣的人愛聚在一起 愛抱怨 愛狡辯 自作聰明 不懂裝懂的 這樣的人聚在一起 我身邊聚什麼樣的人 分明是一類人聚在一起 講話中從來不是愛主愛上帝的 都是求自己的利益 誇口世俗 誇口自己呢 什麼樣的人跟著亞伯蘭了呢 創世紀十四章十四節 當時跟著亞伯蘭的人 有精煉壯丁三百一十八人呀 而當時好多教會呢 整天聚在一起討論 聚在一起開會 整天要討論 開會 我們今天來認識一下我自己 我們到底為什麼沒有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呢 我為什麼沒有種下善的果子 就種下了災難呢 亞伯蘭和羅德都離開了本族 本家 羅德好像也要成了一個有福的人 但是關鍵時刻羅德並沒有求他人的利益 只求了自己的利益 第十四章 羅德 羅德成了俘虜啊 好多人靠著自己的想法和理念 靠著自己的學問 好像自己什麼都懂 結果呢 走向的是冤地 冤緣呀 無論是在自己的家庭裡 還是在教會裡 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 亞伯拉罕成了祝福的全員 而跟著亞伯拉罕的人 有三百一十八個 而且是精煉壯丁 我們讀一下 創世紀十四章十四節一二 亞伯拉罕聽見他侄兒被掳去 就率領他家裡生養的精煉壯丁 三百一十八人 十追到蛋 阿們 跟著亞伯拉罕的人 至少好幾百呢 而都是綿羊 沒有一句怨言 沒有一句抱怨 所以在今天 哪怕從此刻開始 我們也要跟隨有福的人 我們要和有福的人在一起 我們要懂得分辨呀 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我們也要做有福的人 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上級說 誰都不利壞 任何人都要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怎樣才是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呢 正是擁有信心的時候 才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好多人不愛信 不愛聽這個福音 我們做有福的人吧 只要我們做有福的人 我們就能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我們現在是屬於羅德呢 還是屬於亞伯蘭呢 我們到底有沒有狡辯和理由呢 我們正確地分辨一下 我們得不到祝福的時候呢 總愛有理由 有大書一章十六到十九節 總愛狡辯 總有想法 有理論 這都是屬於在耐宇宙主啊 上級說 無論我們的現實狀態是什麼樣的 都感謝吧 全順服的感謝 感恩吧 溫順地接受眼前的現實吧 不足的普通我平牧師也會時刻反省自己 我現在是不是真實的呢 在昨夜一宿做了昼夜禱告 那麼在座的各位弟兄姊妹 大家呢 我們認罪悔改了 才能做有福的人 不靠著認罪悔改 能做有福的人嗎 成了有福的人 那麼這時候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使身邊的人也得到祝福 這時候種下善的果子 使我們的後孫也領受真好的祝福 而這四階段悔改 這上帝的奧秘是面對所有人 是任何人都能做的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要認罪悔改 靠著基督的保險認罪悔改 求饒恕 亞伯蘭和羅德都一起離開了本族本家 那麼我們現在是屬於羅德呢 還是屬於亞伯蘭了呢 我現在又有理由了嗎 又有狡辯了嗎 凡是理由都是屬於基督外邊 凡是抱怨都是屬於基督的外邊 從此刻開始 我們有新的開始吧 現在開始只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只種下善的果子 使我們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做有福的人 我們重新開始吧 重新開始吧 一定是能行的 我們和身邊的人相互問候一下 一定能行 一定是能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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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能行 一定是能行的 我們要做有福的人 彼得前書四章十四節 我們要靠著基督的保險 認罪悔改 這時候做有福的人 當我們做四季段悔改 做了四季段悔改 這時候魔鬼就退去了 能領受聖令 以福所述一章十三節 韓國的變化也很大 但是始終屬於羅德的太多了 只是裝模作樣地 做四季段悔改而已 只求自己的利益 並不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我們年輕的時候都很自作聰明 總有理由和想法 但是今天跟隨亞伯蘭的這三百一十八人 一句怨言都沒有 一句抱怨和理由都沒有 沒有慫恿 亞伯蘭說 哎呦您這職人是個不好的孩子吧 反而只跟從了 亞伯蘭為伊核華建了一座坛 我們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吧 直到我們去天國的那一天 只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我們呼喊阿門 我們一起來禱告吧 我父啊 一直以來 我們沒有做有福的人 並沒有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我們總不想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一想到給別人帶來益處 我反而心裡不舒服 總覺得是很委屈的事 因自己的想法 沒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主啊 求主使我們真真切切地做四季段悔改 靠著基督的保險認罪悔改 使我們做有福的人 使我們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種上善的果子 使我們給這個國家和民族帶來益處 我們相信 我父赐福於我們 使我們子孫領受這好的祝福 奉耶穌的名 感謝 先祝福祷告 阿門 此刻 我們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 與上帝那極致的愛 與聖靈賜予我們的交通 今天 從現在開始 我們下定決心 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只給身邊的人帶來益處 而且 決心要與主同行 在這每個決心的心靈 這個國家 這個民族之上 奉主的民主願 將從此刻開始 永遠一同同行 阿門 再次請進來的 再次請進來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